日台 诶 各位 上知识 现在讲如来素晨的这个药草玉饼啊 前面是说过略素晨 现在讲庚子下的日 广素晨详细的说明 他们所说的没有错 而再加以补充的意义 广素晨里面啊 有长文 有句诵 现在先讲长文 长文有两端 第一 证明全时不可思议 人字下第一 证明全时不可思议 那么第二 证明全时不可思议 证明全时不可思议 第二 证明全时不可思议 就是佛所说的年教 有权有实 这不是里面欧罗汉生活人所能心思口意的 所以叫做不可思议 证明全时不可思议 这些道于一切之地 这一段 就是说明全时教不可思议 那么要说明这个广素晨 以法说来显示全时之教不可思议 教育生 加设 让他注意一下 加设 你应当要知道 佛是诸法之王 如来就是佛了 成佛了 对一切法得到自在 这个王啊 是自在意 不是统领管辖的意思 是自在 在古代 一个国王在一个国家里得罪自在 所以佛法里就借这个王子啊 来显示自在的道理 佛 彻正一切诸法的根源 一切诸法的根源啊 在佛里 佛的大元净之里啊 了了不明 完全彻正 自由自在 因此叫做佛就是法王 佛为诸法之王 佛既然是个法王啊 如果有所说 绝对没有吸言 绝对是实实在在的话 所以说 若有所说呀 皆不吸言 如果佛 他有所表现 有所说法 他说出来的法一呀 都是实实在在 没有一点希望 这也就是一再的说明前文法御所说的那些道理 乃至过去41年所说的佛法 都是实在的 都没有希望 为什么说佛说的法没有希望呢 因为啊 以一切法一致方便而言说之 在一切法无论是全是实 诗出世间一切诸法的道理 他确正明白 由佛的一切种智 照料一切诸法 那么为了立即众生而全巧方便 说明使众生体悟 所以用智来全巧方便而言说 都是经过大圆进智的 完全的体悟 寥寥长症的境界 说出来的 所以没有虚妄 而他所说的都要使一些众生到一些智地 都使众生能够成佛 所以皆是道于一些智地 这有两点意思 第一 法就经 说的法就经使众生都能彻底体正 所以叫做都道于一些智地 第二 众生都有佛心 有佛心必定就能够体悟这个就经之理 纵然不能一时体悟啊 全巧方便来教导他 将来他都会体悟的 这就是总一显示 这个佳舍等他们中个人 领所不及了 那么您 这些生文人你前面领悟的 还有你所不及的地方啊 就是因为佛 他所说的法 都是就经清真 以在他的大圆进智里面 完全显露出来的 就是一些智 这个所谓一切智啊 一 就是彻底究竟没有二 那有三 就是一佛胜 一时法 所以叫做一 切 这总包括 也就是说明一切诸法的体性本来啊 非常的广播 包含万象 智 就是吉而常照 照而常机 吉照不二的境界 就是佛的智慧 这个地 能生万法 也就是维摩金所说的 从无助本呢 立一切法 从无助的根本 建立一切法 一切法 都由无助本而来建立 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可以知道 生活人前面中根所领解的信节评啊 是有所不及的 如果根据前面穷子欲里面所说的 那必定要用 先用大来拟众生 看他能不能接受 做得不行啊 他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然后用小法 来引诱他 叫他二十年中常念处分 过了这么一段时间啊 彼此心向体性之后啊 才可以领知加业 领知之后啊 然后才复一加业 那么这是一种顿根生文啊 必定要经历五十的历练 那么由此得到这个真实的利益的 这一个途径而说 他哪里知道佛是个大法王 在一切法得到自在 既然以一切法得到自在啊 他一应说法 众生随类的结 那么就是维母经里面所说的 佛一一应言说法 众生随类各的结 佛一一应言言说法 众生各各随所结 随类各的结啊 这是在云言上能够了解 佛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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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用一种言音来说法 一应说法 这是言辞方面说 他用一种言辞说法呀 但是众生各个听到的言辞都是他同类的言辞 例如说 如果是印度人听话 就是印度的话 假如是中国人听吗 听到的是中国话 假如是美国人听吗 欧美的人听吗 他就是欧美的话 那么我们听到是中国话 汉文 这个欧美的人听到 他就是APC了 是英文 如果是日本人听到是RUVO了 个人的类别不同啊 他听到的言辞啊 佛就是对他说 跟他相同的话 那么你是什么人 听到就是什么话 天上的天人 听到是天上的话 处身到众生听到的 就是处身到的话 这个叫做众生各个水类权 随哪一类众生 各能听到的 他的言辞都能了解 假如这个言辞听不懂的话 他怎么能够听说啊 怎么能够坐在哪里听啊 他还坐得下去吗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 所谓国语来讲话 讲的是国语 可是老一辈的 他听不懂国语的 你叫他坐在这里 他就听不下去了 为什么 天啊 我啊 有听没有懂啊 那么结果他就莫名其妙啊 天啊 那么这样子他坐不下去啊 顶多是坐在那里睡大觉 那么 必定是佛说法 任何众生听到都是他的言辞相同 众生各个随 这个随略结 那么随俗结是了解道理不相同了 言辞听懂了里面的 说的道理呀 个人的境界听到的又不一样了 生文人听到的是小法 菩萨听到的是大法 依佛圣的根性听到的是依佛圣法 天人听到的是人天之法 各个所听所了解的都不一样 所以结集起来 佛经里面呢 有许多大小不同 同是一个因缘发情 而内容有很多不同 这个原因就是众生各个随所解呀 既然是随所解 后来他笔记下来的就不一样了 那么因此之故啊 对这一点 生文人是他还不了解的 这就是他零所不及的地方啊 佛与智方便而言说吧 没有一个权法他不用的 何权不是啊 无论任何权法 只要与众生有利益 他就用 那么并不只是三圣五圣而已啊 所以华言经说 或三或五或五量 甚至五量圣 天差万别 随众生能解的 使他能够得到真实佛法的利益的 都使他得到开悟 哪止二圣之法而已啊 哪止你二圣人所体悟的境界而已啊 那么佛所说的法 他所运用的一切 都是不可思议 不可以心思 不可以口意 那么因此啊 这就不是你们身为人所能体悟所了解的 所以因此之故啊 这就是约教在教理方面啊 他所领的有所不及的总而说明啊 就是约这个教法来说明啊 那么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么生活人所体悟的相差还是很圆的 所以说他领悟不及 下面第二 明全十字不可思议 佛的智慧 具足全十二字 他这个全十二字所显露出来的诸法 也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 为佛乃知 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 等觉以下就有所不堪了 何况你们二圣人呢 所以经文说 如来观之一切诸法之所归去 一知众生身心所行 通达无哀 又以诸法就尽明邀 试诸众生一切智慧 这一段文就是说明 全十字不可思议 佛有全字也有十字 这是不可思议的 前面说明全十教不可思议 以教法来说 不止你身为人所悟的身为人觉之教而已了 其他全十诸教不可思议的境界太多了 都是真实不虚 那么正是前面的教不可思议啊 就是因为他的智不可思议 正是由这个如来的全十之智不可思议 所以由前面的教不可思议 教由智说 没有智的不可思议 佛有教的不可思议啊 所以前面的教之不可思议啊 由佛的智不可思议而来 就是全十二字不可思议 佛与他的全十二字来灌一切诸法 聊聊长知一切诸法的所有的现象 所归所去 因为他彻底提振到全十字离 他知道诸药的前身好坏高低 这些所有的分别 佛的全十二字彻底明白 所以一知一切众生身心手心 也知道一切众生 除掉佛法界以外 等觉以下的九法界 一切众生的身心 身指这个十法界众生的根基 十法界众生所有的根基 佛彻底了之 他的规去 他的通达 那么都显示有差别 与无差别的道理 全字有差别 实字无差别 全十二字当体显示 差而无差 无差而差的分别的道理 他彻底通达无碍 所以叫做知道众生的身心所行 行指众生的心所动的下 例如说众生心里想什么 他的根性属于什么 怎么样子来度他 他才能得到收用 才能去向于佛吧 佛彻底明白 都知道众生的身心所行的这个情况 通达无碍啊 就是彻震 诸法 十字 这个全十二字的这个智慧啊 能够了了长知众生心 那么切合实践众生的根基 也知道众生的所有的病源 什么病要给他什么药 佛彻底明白 所以对一切诸法的所有的远去 静去 那么所谓静 就是戒善人天啊 修五戒十善生天作人 这些佛了了长知 知道哪一类众生啊 他只能由静而到人天 没有这个道心啊 去向于涅槃 圆 去向于初世间的三十涅槃 初世间的三十涅槃 这是比较超出三千了 所以叫做圆的去向 那么最圆的去向啊 究竟目标 举手低头皆传佛道 方便评所说的 举一手一低头乃至善心念一身佛 将来都要成佛道 这是最圆的去向 谁闻一句法都能成就了因会心 谁举一手低一头都能成为原因的善性 因缘的缘 原因善性 由这个举手低头至远呢 这是善法 由这个意念的原因 将来去向于究竟佛国 所以叫做远去 那么谁听到一句佛法 无论他懂得生前 都成为了因会心 了明白 明白佛法 启发他的智慧 以此为因而去向于究竟佛国 那么亲政本有的正因佛心 这就所谓 有三因佛心 就是远因 了因正因 正因是一些众生本有的佛心 为正因种子 了因与远因 是助缘 以开发智慧的了因 再加上帮助他成就的原因 由此启发本有的正因 三因顿时而显 将来由此体振于三身 都是由三因之因而成就的 所以叫做三因佛心 又以诸法就近明了 佛在一切法呀 彻底了知他的十相离题 所有一切法的这个万象 完全明白 是诸众生一切智慧 他能够开始指导一切众生 到了就近圆满佛国的这个一切智慧 这个一切智就是 究竟佛国的智慧 缘极之智都能使他成就 那么由此也就是显示 一切法无差而差 以平等论 一切众生本有佛性 以佛没有两样 这就是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当中 有众生的四项上的 这个烦恼不同 而有千差万别 无差而差 就是显示既时而全 就在识法中显示一切权法 一权来引导众生 去向于这个本有的一时 无差当体就是有差别的分别 那么哪里指穷子 像你前面所说的那个穷子欲的一方面 很简单的一种说法而已呢 那佛以无差而差显示一些差别 又以差而无差显示一些诸法的平等性 所以后边的语说 就详细分别这个道理 那么接下去的文字 就是规则下第二 立笔建立笔语 既然是用比喻来说明法义 而四大弟子中根人又以用比方来显示他的体悟 那么现在要为他们述成 也用这个比方来说明他零所不及的地方 来使他融会贯通 所以再建立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 所以叫做立比 立比里面有两端 第一 明无差而差 比既实而全 第二 明差而无差 比既全而实 差 差别 分别 千差万别 不一样 千差万别 这就是四项上的千差万别 理上平等 没有差别 无差 没有差别 理上平等 没有差别 四项有差别 就是全法 千差万别 那么说明这个在无差别中所有的差别项 那么就是就在实法当中 一实法显示当体既全 既实而全 一切法当体虽然是全 而全的当体就是实 说明这个道理有两端 第一 愿能生所生 明无差而差 第二 愿能润所润 明无差而差 要显示这个无差而差的道理 愿能生所生与能润所润 两种的分别 来加以说明 先愿第一种 愿能生所生 来说明无差而差的道理 经文里面说 假设 比如三千大千世界 三川西谷 土地所生 惠目丛林 几株药草 种类若干 明色各异 这就是说明能生所生 说明无差而差的道理 能生是大地 草木丛林是首生 佛对加设说 加设你应当知道 我现在也是以比喻说明 比如 以比喻来说明 如 好像 好像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 有山 有川 有西 有谷 有土地 这是能生 复目丛林 并住药草 这是首生 山 很高啊 很显明看得到的 咸而可见的就是山 水流 有水流的地方就是川 川流不息 西 小西 小河小西 区区 小水流 西 比较隐秘 谷 是游谷 游影难见 所以叫做谷 土地 就是这个我们脚上所财的这个大地 同为所依 同为所依 为一切众生所依 这些名价里面就是表现一切众生的五运身心 山 山就是色运 川比受运 西比想运 谷比行 土地比诗 一切法为师所变 为心所现 这个诗 就是一切法的当题 那么大地来比这个众生的诗运 诗的当题 五运皆空的那个诗 那么一切法有诗 有为师所变 那么所以用大地来比众生的心诗 游谷 谷是难见的 我们这个行运迁流不停 不容易见到 是难见的境界 所以用谷来比这个行运 西 去去而不容易显现 那么就是心内的那种想象的力量 是想心所 所以用西 来比这个强 穿是水流不停的 可以见到 就是比这个领寿的境界 这个所领寿的境界 不出这个苦寿乐寿 不苦不乐寿的三种 那么用穿 来比这个寿 穿正好三逼 就是比那个苦乐 不苦不乐 也叫做中勇寿 三是写明和见的 看得到的 就是我们这个摄身 这个摄身写明看到的 受一下是心房 见不到的 所以三来比色 那么穿一下比受想形式 以大地 虽然能看到 大地为能生 那么比试 为变化万法的根源 所以用大地比试 这就是五愿身心 由此所生的 慧木丛林 慧子啊 这个慧子是 草的总民 草的总民 凡是草类都可以叫做慧 木 木是寿林 这个寿木的总民 凡是寿啊 都叫做木 慧是草 木是寿 寿 是种草为寿啊 草很多的地方叫做寿 寿很多的地方叫做灵 寿庙 大寿庙叫做大丛林啊 这就是比方 这个丛林里啊 人很多 川流不息来往的人很多 贴打丛林水流生 出家人 一波亲家饭 孤身万里游 这个寿庙 就是出家人的地方 来来往往不息 那么 只要 有一波 天下丛林饭吃山 鲍鱼到处有 就有饭吃 那么因此 这个出家人住的地方 丛林啊 显示出家人很多 而里面的这个所修的 所修的法门 那么所用的功夫 也很多 而他的丛林规矩 领导众生方法 领导修行的方法 也有很多 但是他都很有规律 代兴 迪 谢谢大家